字幕君 三位便會走紅地毯 和大家一起入場看首映禮 哇!做得怎麼樣? 搞錯了,搶個發布 謝謝 這樣就這樣 MC做MC? 她本來是和Janice、馮允謙 一起為昇影的動畫出席首映活動 居然搶了私餘飯碗 做真正的MC 這麼搞笑,行不行? 因為一直以來都很想 嘗試去可能去 host 一個 一個典禮 或者是一個 什麼都好,總之 想做主持 對,我想問 你的名字是否初初說的時候 是MC,因為想做真的MC 其實當初有很多意思 MC這個名字 一來是義記 對,還有很多我很喜歡的人 都是叫MC Mariah Carey Mariah Carey 對,不是的 所以我就覺得 那就是MC 所以想做主持人 是其中一個原因 對,還有一個rapper 都是MC 所以就是MC 這個名字很多意思 那不如就是MC 那現在演唱會的準備情緒 準備中 哈哈哈哈 演唱會的準備情緒 其實我覺得是挺緊張的 是 因為 今次都有幾part的地方 是我平時很少做開 所以就要加緊練習 但我會盡我能力 帶給自己最好的一面給大家看 Yeah! 最近有節目爆 知名男歌手 偷吃別人的女朋友 事後竟然有不少網民 猜當事人是MC 不過最近忙著籌備 紅管秀的他 就完全沒有留意到這些傳聞 我最近是沒有留意這些新聞 但如果提起我 我就不知道了 那就算了 其實這方面的新聞 不能控制外界會怎樣說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或者在這個時候 最重要是做好自己 但是會不會以後 始終都想多些新聞呢 以後認識女生 才會選擇 問了別人有男朋友 其實基本上 我想出道之後 或者經過很多新聞之後 其實我都一步一步成長 正在學懂怎樣去處理 或者怎樣去面對 是的 同樣忙到沒有停手的 追風和Janice 分享了新年願望 應該年尾就沒有放假 但做事都是一件開心事 好像跟他們一班好朋友 一樣 看到他們都開心 但當然我希望 可以放一個長一點的假 寫多些歌 拿靈感 因為差不多兩年都 兩年 三年都沒有放假 所以我覺得都需要的 下年希望可以去讀書 去L.A.讀書 看多些Show 多些Inspiration 這樣啦 已經跟公司說了 期待Janice到時讀完書回來 新歌一首接一首啦 小斯匆 小顏便 麻煩 看多些 文字集中 始終長 未遇到 感谢观看